《爱跟恨》 刚刚我们还有时间 有伯谈了爱跟恨 有没有人要谈恨 这个题目 其实爱跟恨这种东西 我们大家都觉得很懂 其实严格来说 不是那么容易懂 不是那么容易懂 但是其实不懂爱跟恨 不要讲谈设计 我也不要讲谈艺术 就是作为我们日常生活 如果你对爱跟恨 没有办法真正的掌握 所谓的掌握不是要操控 而是理解 你没有办法理解说 这里面因为有爱 这里面有恨 你就会常常陷入一个困境 而不是能够活得很自在 我没有说活得很快乐 所谓自在的意思就是 你不会太烦恼 所以还是鼓励同学对于爱跟恨这种东西 要有一些比较深入的理解 你最近有恨谁吗 除了我以外 如果说就是爱爱别人就是恨的话 爱别人就是恨 什么意思 对对对对 我讲错了 我不讲爱 我讲爱 爱是什么意思 因为对我来说 因为刚刚提到提到 我家刚好有一个狗 就说不爱狗 可是我很怕 当的定义是这样子 就是爱就是杀在自己 然后捡狗大便很麻烦干嘛 可是我觉得当我们在做这些东西的同时 我们也同时在被这些东西也爱着 有很多东西 像我今天才搭高铁赶过来 所以我今天有点小吃到 然后临走前我妈对抱我们 她说加油 然后就觉得说 其实我觉得人很感情的动物 就是从我的想法来说 就是很多东西 其实都是从人的情感出发 设计也好 艺术也好 那主要就是你有 有那个 触动到人家的心里面 所以我觉得人的感情是很可贵的 所以今天不论是恨也好 你很开心你可以恨一个人 然后是爱也好 你很开心你可以爱他 但我觉得不管爱或恨 这两种这么简单的选择 对我来说就是一种互相 你从他身上感受到了什么 我从你身上感受到了什么 像那只狗也是我带回家 给我爸妈养的 所以我也是放假才会回去看它 然后当我爸妈一开始 跟我非常抱怨这只狗 狗要不要丢掉啊 跑出去就算了 这只狗非常有趣 讲到这只狗的话就来 这只狗一开始任养的时候 它也是任养来的 然后就是一个一对情侣 在国小捡过来 它说怎么办都没有人要养 然后这只狗第一次 我在那边去看的时候 觉得这只狗好可爱 但那时候我不喜欢狗 那时候是我按我女朋友去看 然后就是在那边走一走 然后我那时候不喜欢狗 而且我处女座非常讨厌脏 然后想说捡狗大便那些 其实我根本完全都是 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 所以交给爸爸妈妈吗 没有没有 所以还没还没 这件事情是我带回去之后 那时候从一开始 它最小最麻烦最难缠 要叫它上厕所 要叫它大便 要帮它驱虫 然后捡的大便是用 蛔虫的一种大便的时候 那时候就是我在处理 然后处理完之后 我会觉得没有办法养它了 那就跟爸妈交涉 然后我就把狗放回去家里 然后开始爸妈也说 怎么办丢掉好了 没有关系 因为爸妈就是 嘴巴是爱你这个孩子 所以它帮你接受养这条狗 可是事实上 它心里也很不愿意 但是养一养 现在两三年了 然后他们看到这只狗 我这礼拜回去 我妈跟我说一句话 他很感人 他就跟我说 这只狗狗很感人 我说怎么会 我说为什么 我说他又做了什么事吗 然后说没有 就是就这样 我妈就跟我讲这句话 他觉得 有很多东西好像是命中注定 又好像是明明之中 那有人就是可以到那样子的地方去 在那个位置讲话 那有的人可能就是在这边 好好过完自己的一生 那刚刚讲的很好 就是说你要的是什么东西 像我之前去国中教课 就是教表演艺术 因为那时候私事很差 我大学就去那边带 那我上课也是讲屁话 也是狂骂张话 然后那些学生说 哦 老师你骂屁 我说屁啦 这什么屁你会放啊 然后我也是带张话 跟他们骂 跟他们一起骂 我说靠 然后说老师你讲靠 我说没有啊 然后我会说 但是我看到一些学生 我会觉得说 他们好像没有在对自己负责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说很难过 我说今天你要做什么都没有关系 那有一天你在搬砖头的时候 你也可以说我很有成就 你在当工人 就是我们思想中一种 不会被人家接受的工作的时候 你只要不要对不起自己就好 我就跟他们这样讲 你今天再怎么样 你最后不要觉得对不起自己 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一件事 我就这样跟他们讲 你今天再不听课 再不怎么样 再怎么样都可以 那就跟上次有一个马同学说 就是看到人家在修电灯的时候 然后被老师说 你们再不读书以后就会变成这样修电灯了 我那时候心里就想说 修电灯的人修养很好 因为如果我被老师这样讲 我可能就冲上去中那个老师 我会觉得说 那我今天是一个修电灯的 可是其实我回家家人有给我爱 我有得到东西 我觉得对自己本身来说就是一个圆满 所以我觉得很多事很难讲 尤其价值观不一样的时候也会很难沟通 但是我觉得因为其实我这样讲也是很自我出发 就是我觉得我家人有给我很多爱 可是可能有人觉得他家人没有给他很多爱 那我也是从自我出发在想这件事情 我尽量把它拉大一点 就是说如果是一个人来看的话 对啊 就是说其实很多问题的根本源头就是 为什么我们是人 那为什么人要出现在这个生活上 那人做这么多事情 其实都只在找寻同一个答案 那对我来说是这个样子 对啊 可能很哲学啦 很美 对啊 然后他觉得还不哲学还不商业 可是这个 我现在很给你面子 他如果是我学生 我早就也说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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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分享一下我的看法 第一个我们来分析一下 你看到一条狗 是一个情侣简的 那时候你跟你女朋友在一起 看到一条狗好无助 把他救起来 女朋友觉得 你好棒哦 所以我把他带回家 我把他医好 结果我把女朋友不能养 所以我跟我爸妈商量 我把我的问题 我的看法丢给我爸妈 不是说你错 当然每个人都不一样 不是说对我来讲 我捡到一条狗 恩狗知道吧 说真的 我那个 我没有你那么伟大 因为我家里有九条狗 我直接送到索业院 花了四五万吧 把他弄好 然后跟他 恩狗拜托你 后来我就捡到一条狗 他妈的 结果塞给 我那个刚好那个 艺术总监 不是我的业务总监 他想要养狗 结果送到 你又捡到一条狗 就送到我另外一个朋友那边去 结果后来我捡到狗 安乐死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 因为我不能够再把我 心里面想要的东西 让我自己觉得好的东西 给别人 那是一个负担 这是我的看法 那你说 爱跟恨这种东西 在这个上面 我觉得那是太爱自己 这是我的看法 只是跟你分享 然后你刚刚那个店 在跑卫尾 你要跟我讲 老师 有在脱爱他穿什么内裤 还是跟他笑的 我不是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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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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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点我不服输的说一句话 老师 你用麦克风讲比较大声啊 老师 其实我完全 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老师 老师 我也不服输的讲一句话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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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兩個都有一點激動的情緒 在他的眼神中 在他的耳朵 以及他剛拿背紙這個情緒 他手有點在抖 然後我也有一點 所以根據我的分心 我們不服輸 我有一個衝服也 我想就剛剛那個小狗的問題 深入的談一下 剛剛我讓這位同學說了很長 最重要的重點有兩個 一個部分是我想要完全聽完 這整個故事是什麼 第二個我是希望各位同學練習 當有人在講他的故事的時候 你可以很冷靜的聽 這個故事裡頭有很多很動人的部分 但是這個故事裡頭有一個 它事實上是可以變成是一個叫做一個點 那個點是什麼點呢? 我希望大家可以真正認真思考 那個點就是剛剛建豪說 我們去撿狗大便的時候 是因為我們也看得到那個狗的可愛的地方 各位可能沒有陪過有一種狗是再也不可愛了 有嗎?有人陪過嗎?很少有人有這樣的機會 可是再也不可愛了 你還要繼續撿他的大便 那個時候就叫做沒有回報 不可能有回報 如果你等待的是那種回報 絕對不會有 它不只發生在狗 它還發生在人 所以我們的生命當中 其實我一直期待各位同學 是一個更深層的思考 就是當我們感受到一種東西的時候 先讓自己覺得是說一定還有我漏掉的東西 那我剛剛在聽的時候 因為一方面是年紀比較大的 看的東西、經驗的東西稍微多一點了 我就會馬上的知道 可是當然建豪到目前為止一定很好命 所以他沒有需要去經過一種東西叫做 再也沒有回報 懂不懂我的意思? 但是也不是就死掉了 也不是離去 他還離不去 那怎麼辦呢? 那這種情況底下 當你要去說愛的時候 你的愛是另外一個事情 完全沒有回報的那種愛 那所以當我們今天要談愛跟恨 跟藝術的關係 就是希望各位能夠很細緻地去碰到這一點 那你才開始有所謂的 比較格局大一點的藝術出現 不管是愛還是恨還是又愛又恨還是沒有感覺沒有愛沒有恨都是 因為它都是人的感情 那你可以從所有的希臘的這些作品裡頭從西洋的從東方的作品裡頭 你就看到這個東西是糾纏的人類歷史 一個很重要的情感因素 那麼這些東西我非常期待在我們的年輕的一代的人當中 它是可以靜得下來去思考 我所謂的思考就是真正的沉得下來的思考 那麼去看到我們情緒的反應中間 它有哪一些漏洞的可能 所以才會在上一堂課跟各位說 如果你沒有本事加防我強 那麼你就會讓期待跑進去 你就會讓恐懼跑進去 那有伯今天講的有一個重點 他講到是說這個男人好勝 好勝就是期待我可以勝利 但是他期待可以勝利的時候他恐懼什麼 他恐懼他打敗 那當你被期待勝利恐懼被打敗的這個情緒綁住的時候 其實你沒有辦法思考 你一定沒有辦法思考 因為那個時候你所有的思考是shut down的 你絕對沒有辦法思考 那我常常在跟人家做談判 做談判的一個最 所以如果你是一個最很會談判的人 你很簡單 我就讓你生氣你一定輸我 我只要讓你生氣你就談判就談輸了 所以這個重點就是在思考這件事情 叫做防火牆 防火牆就是把你的期待 好就是你想要贏以及怕輸 這兩個東西把它切掉 如果用友柏今天的話講 那就是還有另外一個就是放不下 放不下是什麼意思?其實一樣 放不下的意思就是說 我希望我愛的東西不要離開 那我希望我不愛的東西不要靠近 那個都是一樣的道理 你說到最後它的邏輯是一樣的 所以希望大家對於愛跟恨是有更深刻的思考層面 因為各位是碩士班 不是大學 那至少碩士應該有一些 或應該是研究所 不應該說碩士 有人在念博士了 所以研究所的學生是期待各位的思考 是更能夠深入一點 那麼還有一些時間 各位還有什麼其他問題?來 來 你已經問過了 後面 來 今天有個老師可以前來 他很怕人家叫他老師啊 他怕老 為什麼怕 你們給他派 那個愛恨啊 讀來來讀研究所是因為愛 那來進來讀之後就變很恨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 就是 因為我有一些職場經驗 超過十年的職場經驗 所以我發現到說 回來念研究所 我始終都不認為 這邊就是在 因為我第一學期休學 那這學期開始我發現到說 這邊不是一個製造藝術家的地方 這邊在分析 在分析藝術家怎麼做 怎麼做事情 不管 像我是主修這個舞蹈創作編舞 那怎麼去編舞 可是怎麼去編舞呢 你怎麼講 講到頭來 都會回到時間 空間 經歷 就還是在這邊繞來繞去 那沒有辦法就是踏入到 更深入到說 比如說鄉老師的課啊 來思考這個部分 然後進來都發現到說 有很多的限制 就像說不管是叛逆啊 或者是這個 明華老師講的這個造反 無理也好 在這邊都不會發生 那就讓我的感受就是很特別 就是說 台灣人的教育 包括以前到研究所 或者是藝術教育 都是叫你做對的事情 都沒有做錯的事情 那可是你 別人會告訴你說 你做這個會是錯的 所以你就不許做 可是你其實不知道 就是做的事情 你必須要做錯的時候 才會知道說 它也許是錯的 就是 我認為像譬如說 會發文講 iPhone啊 或者是這樣子的 他們在做事情的時候 都可能就是 完全不會有這樣子的一個思考 那可是我們這個研究所 就不是這樣 那我想應該也沒有什麼研究所 會是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開闊的一個 製造藝術家的地方 那我覺得這個是滿可惜的啦 那我不知道未來 還會不會再繼續讀下去 可能突然在學學生之後 就不太在念了 那另外要分享一個就是說 像我們在做我們講過的藝術啊 那藝術 我的老師跟我說 他是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就是娛樂 那在台灣或者是我們的藝術家 都認為藝術是一件藝術的事情 然後藝術就應該很窮 那藝術它不是職業 它是一個制業 那我其實思考了很久 那也在這個 這場工作的時間也在想像 如何可以把舞蹈藝術變成賺錢 那怎麼算過去算過來 加上實際操作 以及看到我眼前 這些台灣的其他的舞蹈藝術家 以及國外的舞蹈藝術家 都沒有一個人有辦法 哪一個團體是可以的 就是自謀 怎麼講自己可以贏收 不用靠補助 都沒有辦法 包括了這個雲南舞集 因為我不知道為什麼 他們有補助給我那個 吳曼菊計畫 所以他們的那個年節報 那個本厚厚的沒借到我家來 裡面還有我也有拿到錢這樣 那我也有仔細去評算 好像也是不行 那所以我們在做藝術的時候 做藝術表演就是 看做藝術可以虧多少 然後繼續去做 那就是說這個是不是有一個解號 好,了解 怎麼樣子 賺錢的部分 我想 柳博士很 很專業的在做這件事情 那在請柳博講以前 我想 稍微正面的去回答一下這個問題 為什麼很多人在做舞蹈的時候 他沒有辦法賺錢 為什麼藝術就是一定要很窮 這件事情是因為在說這句話的人 對於這件事情的定義 那記得我在前幾堂課的時候 我跟各位說過一件事 就是 Steve Jobs 在開始要做電話的時候 很多人告訴他不要做 第一個 因為就是像你剛剛說的 已經太多人做了 太多知名的品牌 你打不過 你也不懂 所以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你都沒有做市場調查 你怎麼知道你還有空間 這是第二個 那Steve Jobs在回答的上面 我一直放在心裡 我自己覺得非常佩服他 他是標準的叛逆人 他說 我做這麼多產品 從來不做市場調查 因為市場調查 絕對做不出來一種沒有出現過的東西 這是他對自己的 第一個說 我不做那個 因為我要做一個不一樣的東西 第二個呢 他就是說 我一定要重新定義 什麼叫做行動電話 那他做出來一個東西 事實上 也不是我們想的 就是我們從來沒有人想過 行動電話是這樣幹的 所以他確實是重新定義 真正如果有一位藝術家 他重新定義舞蹈 你怎麼會相信 他不會是受到廣大的翻譯呢 所以redefine 是很重要的東西 redefine就是叛逆 我剛剛很希望聽到同學 可以真正理解叛逆 不是正面跟人家衝突 叛逆可以聞得來的 然後讓你們 我都沒有出一槍一彈 你就已經倒了一地 那種叛逆才高達 所以真正的叛逆就是redefine 讓戰神跑到另外一個地方去 所以你們在這邊搞來搞去 我已經在另外一個地方了 那個叫做叛逆 然後不要去相信市場調查 因為市場調查就是膽小的人做來 膽小 所以我要市場調查來支撐 來 其實回應暖口的話 我第一次看到iPhone 不是iPhone 是在明基 其實iPhone出來前兩年 我就在明基的rd部門 看到iPhone是一模一樣的設計 裡面的東西一模一樣 還更厲害 他那個介面可以自己放大放小 李坤耀我跟他還不錯 我就問KY KY啊你為什麼不出 我那時候怎麼知道 咋一億美金就可以知道這個市場 第一個 然後iPhone裡面所有的這些東西 全部是明基那個時候rd出來 只是他沒有做 所以其實at least for me that was the startup of iPhone 那明基就犯了一個錯 試掉 他的業務部門就說 哎喲你這樣太貴了 這樣不會賣就掛了 那針對你剛剛講的那種舞蹈 其實我剛才想舞蹈有賺錢 我看過很多女的在跳舞 要設舞聲音有沒有 真的啊 賺很多錢啊 我看過很多女的跳脫衣舞也賺很多錢 我還看過很多Browley修人賺很多錢 我覺得啦 我跟你分享我的經驗 我在做設計的時候 我在做設計的時候 很多以前的設計師 跟現在還在存活的都跟我講說 哎呀你不會做設計啊 設計是大師級的東西 半路出家不可能搞出來 到目前為止 廣告公司還是這樣講 但是我的做法就不一樣 反正我就是用盡辦法讓你賺錢 所以你願意付錢給我 我就是用這個方法 結果我真的賺到錢 所以就像Uncle講的我就是選一個新的戰場 如果你可以把瘦身舞編得很美 Why not? Right? 編得很Street Why not? 搞不好我都會去上 Why not? And then you make money 就多有提就好了 講到賺錢我真的比較強 其實真正的是要鼓勵同學 重新定義任何一件你覺得習以為常的事 其實我在學校的那個video上面 看過你的一些表演 那些東西 技術的部分你們都已經非常好 可是為什麼要請各位要多能夠思考 其實因為你要多思考 你才能夠重新定義那個事情 那重新定義一個事情 就是你定義現在的東西 是什麼 講得很清楚 你才能夠重新定義另外一個東西 今天上課以前 余老師有跟我商量一件事情說 我們的期末 要不要請同學做一個作品 那因為同學覺得這個思考的東西太累 我講了一個故事跟余老師分享 我說我是第一志願 考上去東海大學建築系 我不是不小心聯考 然後輪啦輪啦輪到中海建築系 我是下準的東海大學建築系進去念 進去念成績也不錯 所以我非常感謝系主任漢寶德先生 他在那時候找了幾個學生 如果我沒有記錯應該是四位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還有一位好像三年級多 一位我忘記了 我們這四個學生的特色 就是畫得很好 那做設計做得很快 非常快 就是所謂的非常快 就是很快的就可以畫出來 然後就可以教 漢仙找我們的時候 請各位注意聽 因為他只找了四個學生 而且我們是沒有學分的 而且非去上不可 晚上到他家裡去上 非上不可 就是必修沒學分的意思 那他教什麼呢 他告訴我們說 從今天開始在這個課裡面 我出的所有的設計題目 你們不可以拿筆畫 你只能講給我聽 就是我需要把我對思考 把我對設計 我是想怎麼做 講給他聽 不管我們講什麼 他都問我一句 很簡單 直接再問一句 為什麼 所以是不斷地在被問為什麼之下 去理解我的思考 是多麼的薄弱跟沒有能力 因為對我們來說 我可以非常容易地靠我的天父 我的天父就是我的手 跟我的眼睛 跟我部分的腦 很快的sketch就做起來 那sketch做起來的時候 那個時候我自己想不通的部分 我自己把自己很容易騙過去 因為我只要躲避 避重就輕 各位聽過這個話 我只要避重就輕 設計我就會得高分 可是他的教法到現在60幾歲 我非常感謝我在20歲差不多那個時候 他逼著我們把我們最引以為豪的工具 綁起來 不准用 把我們最害怕的一種方法 逼著我們一定要去用 那個方法其實就是他既然要講 那意思就是你要想 那當你要講 為什麼我一直常常同學說話 我沒有準備麥克風就讀過來 其實我的重點就是這個 你如果沒有準備之下 你還可以說而且不是那種掰的 因為有沒有掰其實像我們這種年紀 怎麼會聽不懂呢 那就是表示你的思考 平常的思考練習到什麼程度 那麼那種練習是很重要的 為什麼 因為通常你在人生中間 你碰到的問題沒有時間給你思考 沒有時間給你思考 你必須要很快的把你的所有的 這個腦筋裡面的結構拿去反應這件事情 才會在上個禮拜出的作業告訴你們說 去看一下那個腦神經結構是怎麼回事 因為你如果都不知道你的大腦是怎麼回事 那你就是不知道你這樣手上拿了那一支 那個電話 你騎的自行車到底是什麼結構 你不知道 萬一它壞了你怎麼修呢 你甚至不知道它怎麼樣才能跑快一點 跑慢一點 煞車要怎麼樣做才不會讓它受傷 你都不知道 所以你必須懂得你的腦 因為你的腦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工具 那也很重要的是一個思考的事情 所以redefine這件事情 剛剛友柏談到是說 你不一定會同意他舉的例子 但是我跟友柏為什麼會成為好朋友 就是我發現他在講事情的時候 是直接切入到其實通常是我們逃避的點 懂我意思嗎 你不一定要贊同他直接給你指的那個 可是他指的那個點通常是你逃避的點 你必須要從那個點開始認真的爬回來 你如果從那一點認真的爬回來 你就出來了 所以我們通常多數的人是被教說 你讓我這麼 因為他指到你一個通常要逃避的點 就是你不舒服的點 當你不舒服的時候 你會想說他亂講 因為這個最容易 這個就是避重就輕 所以我喜歡跟他聊天的原因是 因為早上他上班非常早 我很少看到有人做設計公司的這個管理是 那麼早 全公司是那麼早上班 我們公司也很早上班 他們公司也很早上班 結果都做得還滿成功的 這就是可以告訴大家一句 這個你如果看到有一種設計公司 就是10點鐘11點鐘大家才這樣慢慢爬過來 黑溫血 那個是那個公司差不多就等得到就好了 那所以早上早 他比同仁更早來的時候 我們就有一點點時間偶爾可以聊天 聊天的時候 當然不是所謂的亂扯 就是我們在聊我們真正困擾 或者是有感覺的東西 那這些困擾或有感覺的東西 我為什麼會在跟友國常常講說 你雖然很年輕 可是你有一個老靈魂的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說如果避開他的直接 然後對那個事情的這個直接翻牌的這個做法 也許讓你不舒服的點 之外 你如果能夠停在那個點上 從那個點再回過頭來的時候 你永遠可以發現 他其實想得比你深刻的多 我講我 我講是我 我是一個思考已經算是很嚴密的人了 好 你就知道 好 不管你 不是 你這樣沒有 沒有 沒有 所以我一直很期待 有國來給各位的這個inspiration就是啟發 不是你在媒體上看到的 他講話很直接等等什麼的 製造很多話題不是 可能我希望大家看到的是 他在那個外表之下 後面的那個比較老的那個靈魂 那個比較老的那個靈魂 是讓他可以做事情讓我佩服的原因 大概是這樣 所以 來 老師你剛剛講那個就是我今天看到的那個 有國兇 在那個電視看到其實都是一個好像是刻意劇 你知道嗎 但今天這樣子 想要老師剛剛講 謝謝老師剛剛講 我有點一點的其他的想法 因為那我當兵 雖然我小時候我很不喜歡賭博 因為我跨書 然後當兵的時候 因為我在那個一個指揮中心當兵 然後那裡面的班長就說你一定要來玩 那就是玩 輸的就是服依挺身 或者什麼 那那時候被逼上去 你就發現 我不能輸 對 因為我不想輸 然後我就去 想去這麼贏 那我想說 我想就是 有國 就是 面對可能就是面對什麼事情 他就是 第一個就是他不會去考慮太多就是輸 就是不要輸的那個這樣子 也對 那我想請問就是 就是 是什麼樣 像我今天遇到這樣子的教堂 我就發現我自己的 有一點很大的體會就是 因為在我人生歷程中 沒有遇到過像 你這樣子的人 所以其實就會覺得 不知道我這樣子的方法 那今天看到我就發現 有這樣子的人 那我想說 請問說 你是之前有什麼樣的事情 讓你這種責任的 算是 思考什麼事 我真的不是不想輸 我真的是不怕輸 不怕輸 因為我真的什麼都沒有過 我相信 其實我跟口條來的 是因為我真的什麼東西都可以 我大概什麼東西都跟他講了 就是我真的可以從什麼都有 變到什麼都沒有 變到我連做設計 連我家人都在碩斯 OK 做到全世界都要幹掉 因為我有過 所以我跟不怕輸 我今天根本不需要人家認同 我覺得這個是很基本的 我根本不怕我客戶跟我翻臉 我可以不要你這張合約 我為什麼要賺錢 我告訴你我公司兩年 沒有案子也不會到 我錢夠了 我跟你賭啊 我幹嘛服務你 我常常這樣 所以我反而更敢講 而且我更敢做 那我今天的感覺是 大家好像都把自己先綁起來 我不想輸 我想成為藝術家 我想要用藝術去賺錢 但是反過來來講 如果你今天沒有藝術呢 如果你媽媽沒有出錢 如果你自己沒辦法賺錢 你怎麼可能成為藝術家 Why are you here? 你不能可能在這裡啊 那這次日本的輔導 其實很後去東京 然後我們又寫這個 一葉陳詩 那我現在我是想說 七八月的時候去看一下 我發覺日本人很務實地 就是在解決一個恨 對於什麼 對於東電的恨 對於政府不信任的恨 對於沒辦法好好生活的恨 他們竟然這麼理解的 很平靜地去處理 我想要去看 那我覺得他們的重點在 他不怕輸 第二次世界大戰 反正我被炸兩個蛋 我還是怕起來了 世界經濟好 反正我垮了十年 我還是在 我講真的 所以我不覺得他們怕 This is something that I want to learn 對 Uncle剛剛講完那個 完全洗掉 那個都不 那是假的 場面話 好嗎 我想分享 就是今天課給我一個 刺激是說 關於錢 就是其實會學藝術 我不知道大家怎麼樣 但我自己來說 其實我自己有一個迷思 我覺得 小時候到現在會有一種 覺得錢不重要 然後呢 我就會去想說為什麼 就是後來長大 就開始想說為什麼會覺得錢不重要 然後甚至要表現出一種 討厭錢的一種感覺 然後 其實我覺得某種程度 就是絕對因為自己沒錢 然後討厭自己沒錢 所以討厭錢 然後或者是一種 不願意承認自己愛錢 所以用一種討厭來 來防衛 我自己的感覺是有一種這樣的感覺 因為畢竟 還是會覺得錢很有用 然後 真的有錢的時候一定是會 還是帶給很多開心 或是一些很多幫助什麼的 那可是一直以來就是沒錢 所以你就逼自己用這樣子一個包裝去 去反對自己愛情這個事實 可是我自己的經驗是 我會覺得說 對我來說 精神或心靈上有沒有一些 衝突是 對我來說是更有意義的 然後 所以我就想說 所謂的貧窮跟富有 應該是沒有絕對的 就是 金錢上它可能會有一個 實質的貧窮跟富有的那個 刻板標準 可是我覺得在心靈上的那個標準 其實是不太一樣的 所以如果自己覺得自己是富足的 那不論賺多少錢 或自己的收入成就 藝術上的各種層面 我覺得那個只要自己 自己覺得是富足的 就OK 可是這個還是一個理想的狀態 我自己還沒有一個平衡點 我自己覺得還是會覺得沒錢 然後還是會覺得 心潔充足有了 那 如果不能生活呢 還是必須要生活 所以我自己覺得 關於錢跟關於心靈 精神的部分 那個平衡點 可能是一個 一個要拿捏的 然後我剛剛有想要問 就是一個問題是說 如果有一天 因為真的是買錢 如果有一天錢真的沒有 然後落空甚至負債的話 會怎麼樣 那剛剛有聽到說 不怕輸這個點 那如果是錢也沒了 就是輸好像是因為不會真的輸 因為其實錢還是一直會來 那如果是真的連錢都沒有了 甚至是負債的時候 會怎麼樣 我覺得錢的定義有點錯啦 第一個 我就這樣講好了 我覺得以我來講 我們是做設計的 你是做藝術的 你實際上去體驗一個東西 如果你不到那裡去 你可以體驗嗎 我常跟我的設計師講 台北醜翻了 醜翻了 我家旁邊那個人行照 那個本來那麼美的紅磚 被全部翻成水泥 醜翻了 我現在帶我小孩去走路 我都不敢叫他們看 你知道 以前那他那是很有骨味 我覺得的東西 所以錢只是讓我辦事的一個本 真的是這樣 所以不是你想像的很愛錢 當然我很愛錢 因為我喜歡好的東西 我身上的東西都不便宜 但是不一定你要看得出它是LV 你在講這種很慫的有沒有 隨身穿LV看起來 我常看到很肥的人 然後呢 喜歡穿Prada 就跟肉粽一樣 然後那個seal才說 哇你好可愛喔好帥喔 我常看到 不是我們不在講這種 我是想說讓自己像你講開心 讓自己快樂 讓自己有選擇 我覺得第一個 第二個問題 說真的 目前很難發生的原因 是因為我經歷過這一點 我公司有一次喔 差一天就到了 差一天 如果那個客戶的Payment沒有進來 我就完了 過了那個之後 我現在對錢喔 守得緊到不行 真的是緊到不行 我比他還守錢 對錢那個我是很保守的 我可以跟你保證 但是我絕對花該花的 我的設計師有幾個說 Go ahead 請他們去度假 有些人要度假半年 我就去 但是你要把事情安排好 為什麼 他們花公司提供他的錢 去體驗了世界之後 回來在我公司不缺錢的狀況之下 才能做出好的設計 如果我缺錢客戶最大 我做什麼好的設計 所以我覺得你的定義 可能跟我的定義有點不同 還有一個角度可以思考的 我們在座的同學 我當然都跟各位的認識 只有從這個看各位寫的作業 還有平常的問答 只有九堂課的時間 還不算是非常深入 所以我實在是沒有辦法體會 各位有沒有人真的很窮過 當我們說我錢不夠很窮的時候 我們是在講台灣的一個 各位在19 你是哪一年生 87 有沒有比87更小的 也更小 有沒有理論 88 88 什麼88 88 88 你更小 91 好 所以在這個時候 好 沒有關係 我們今天重點不再討論你們 我要跟各位討論的是說 我生在1950 我生在1950的那個年代的台灣 我家不算窮人 因為我的父親是公務員 但是我看過窮人 那個窮人就是 意思就是說 他生活都產生困難 他不是要買東西 買什麼包包沒有錢 買不是這個意思 他是要讓自己不餓肚子都有困難的 那種窮的樣子 在我們那個年代很容易看到 跟我一起工作30多年的一個 應該說是我的朋友 他以前也是我的同仁 可是我第一次認識他的時候 他是我的木工 他最近在做我自己的一個房子 我請他幫忙 他從小有球鞋 因為學校規定制服要有球鞋 可是他的球鞋一天只穿五分鐘 就是穿進校門 他光腳從家裡走走走走走到校門 把球鞋穿上去以免被擊過 然後走進去學校就趕快脫掉 為什麼 因為他如果不脫掉 他回去祖母會打 因為一雙新鞋 怎麼可以把他弄髒 他們再也沒有錢買第二雙 這個在各位聽起來是天貓夜談 可是你要知道 全世界有六十億人 跟各位這樣生活的人 絕對是少數的少數 我昨天看有很多人在遊行 說我收入很低等等 我自己的思緒有一點點破洞 為什麼我破洞 他們真的沒有看過真的很窮的人 窮的人絕對已經沒有能力去示威了 我保證你 他工作都來不及了 他不可能 就是我們台灣是因為好命到一個程度 已經從來沒有再經過一次那個窮成那樣 然後要你爬起來的時候 那剛剛有我談到一個 我覺得是一個重點 我這一次在地震過後不久 我去了一趟東京 跟同學說過吧 我非常習慣的東京夜晚 尤其在銀座看到非常非常舒服 我覺得大都市的那種樣子的感覺 當我去的時候 對我來說是一個當頭棒合 所以我們才會有這一篇對答出來 對談 因為我從來沒有想到過 有一天我會來到東京的銀座街頭 我看到燈全關 燈全關了 聲音叫做裡面的燈開 外面的燈關 你走到店裡面去 這一排開 這兩盤關 這一排再開 再關兩排 你就是覺得好像打敗仗那種感覺 可是對他們來說 那個在幾十年前發生過一次 那個時候我的舅舅在日本留學 他們每一天的便當 飯裝不滿 菜就是一顆化美 沒有啦 就這樣 所以他必須要從那樣子的一個局面 再爬起來 所以我有一個 算是很富有的朋友 他每一次看著他們的小孩 他都有一句很感慨的話 但是我知道他一點辦法都沒有 他說 因為他自己小時候很窮 他說千金難買 少時貧 因為你在越小的時候碰到越大的困難 你就越有能力去面對一個困難 你最怕的是你在從來不碰到困難 到年紀大的時候突然碰到困難 那為什麼我這麼的 其實我來藝術學院教課是非常誤然 我幫宏蘭老師來上了一堂課 我站在門口 因為我永遠我都是提早到的 我站在門口 甚至老師跟我說 這個你明年東海來教嗎 我說我已經不會再去教 所以不會再去教 因為我教了兩年 我大概都快講完了 沒有東西教了 他說那你要不要再自己教 我說我實在是沒有時間 他說但是你要不要思考看看 思考這兩個字其實是真正打我一下 因為我知道我們台灣的學生不太思考 可是台灣的學生不太思考 各位知道嗎 各位現在八幾年九幾年這樣子的年齡 你在經過未來的十年之內 你最碰到的挑戰 不管你從事的叫做藝術 叫做設計 叫做主面 還是叫做開車 你最重要的東西都是思考 因為整個的生活的方式 變成不思考就沒有那個工作 思考的淺薄就像是沒有錢一樣 那我的心裡很急的是說 為什麼我們台灣的教育制度 讓大家的思考變得那麼淺薄 所以我們有的鈔票 我們大家都認為有鈔票叫做最值錢 錯了 鈔票可以在一世之間不見 你這看北歐那幾個國家 那個貨幣以貶值什麼東西都沒有了 所以只有你腦袋裡有東西 你就起得來 所以才會一直希望同學說 認真一點 快要下課 我要講什麼 你總結一下 我也突然被塞麥克風想一下 我就順人口的話把他截掉 又再講到我女兒 講到教育 在一個月前 他的學校辦了一個活動 這個活動非常報效 叫做帶錢去學校買書 買了書之後還可以兌換下午茶券 就可以去cafeteria吃下午茶 我們家不算窮 因為賺得還OK 我就給我 不是我給我老婆給我女兒兩千塊 然後從書段裡面去學了幾本書 說baby你要去買 那我女兒勒 因為從小沒有經歷過這個 她就很很拽的 下午回來的時候我說書勒 一本 就說一本書兩千塊 她說不是 我不知道錢跑去哪裡 我就很生氣 我就開始去挖 挖了兩天 結果現在找到原因了 第一節下課的時候 她跟她的朋友一起去選書 她的朋友跟她講說 我們兩個來何買書 就花掉一千塊 結果我女兒買了四本書 她拿了一本 因為其他三百次何買 人家就拿走 第二節下課她又去 結果她的兩個朋友跟她講說 baby我要借錢買這本書 她說哦好來 你要好來 結果她沒錢買下一本書 所以為什麼就是這樣 我的書裡方法如下 第一個 我跟我女兒講 她說我信任你 所以我給你錢去買書 但是你這些同學的做法是不對的 你沒理想說我是把錢要回來 我覺得也是不對 我就跟我女兒講 你去跟人家講 這個錢是你媽給你買書的 你要不然就是還我書 要不然就是還我錢 結果碰到一個小孩子 像剛剛uncle講的 一個小女生屌高不行 她說我沒有錢還你 我還你書 第二天說我的書包太重了 我書帶不過來 第三天說我的書帶了 但是在車上 第四天說我爸發現了說他要還錢 第五天我就倆勾了 我就很簡單打個電話給校長 畢竟身分比較特殊 通常處理這個事情 用這種方法比較有效 我就問校長 不是我跟校長講法很簡單 我說校長我想請教你 買書是不是好事 她說是 我說買書會不會增加小孩子 對於思想 對於教育的欲望 她說會 我說校長想請教我一下 買書加上理券 像不像在促銷 她說好像有一點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去搜購買會不會好一點 校長馬上說 教師對不起 你點了一個非常大的問題 用這一點 我就開始跟她和老師談 結果你知道那小女孩 在最後還的書裡面 全部貼滿貼紙 全部寫滿名字 全部做好所有筆記 然後跟我女兒講說 我媽媽交代我 以後我不用跟你講話 因為你們太小氣了 這是二年級 公立學校 Now 那我就跟人口講的話是一樣 我跟我老婆講 你知道我 我以後女兒所面對的就是 spoil don't think 最可怕的是沒有責任感 那我的結尾就是 我希望 我也跟我的同仁講過 五年內 我不幹 我真的不想幹 因為我很煩 我很累了 我希望他們可以接受 然後只要告訴我賺多少錢就好 But 我也可以告訴你 這不會發生 因為從unco身上也好 從你們身上也好 從我教的學生 從我的客戶身上也好 發覺台灣真的沒有辦法 at least now 或是五年內 有一個group的tier 可以去support這個 為什麼 因為政府太爛 社會太爛 客戶太爛 所以大概還有十年吧 多聽安可的話 我都聽他的話 因為我聽話很難的 他很有料 好不好 還要幹掉我的 就直接幹掉我 沒有關係 但是不要幹掉他 幸福發到我公司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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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課應該是報應斷落 希望今天能夠對各位有一些思想上的 不要說啟發 至少有一些刺激 那麼這些刺激 我們安排的老師們大概都希望給各位一些不同的 不同的領域的刺激 所以希望對各位同學有用 好 我們就今天到這裡 今天的作業就跳過去了 今天就不要有作業 上一堂課作業教的 舉手我看看 全教啦 蠻厲害的 覺得聽了那個Sephashton Song的講話 然後覺得是一個 你聽得懂嗎 他在講什麼呢 舉手我看 好 OK 好 謝謝 那個 我還是再強調一次 我看了大概十幾遍 而且我平常對腦神經的書 跟這個影片網站經常在瀏覽 我都看了十幾遍的目的 不是因為我很仰慕他 而是因為我很希望能夠從中間 去不斷地看我漏掉什麼 因為對於腦的認識 就是對於 如果你是一個司機 你必須對你這部車子認識 你今天是一個動腦的人 所以你必須對你的腦認識 好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谢谢大家